家喻市无论从经济的面向 社会的面向 环境保护的面向 我们也告诉大家 永续是什么 经济要发展 社会要进步 环境要保护 所以这也让大家有一个共识 觉得这就是我们及早做好准备 然后拿住我们这个城市的特色 家喻市同时还获得了行政效率以及服务品质满意度 勇夺非六都第一名 市长黄敏慧亲自北上领取奖项 并感谢家喻市民跟市府团队的帮助 除了活化旧城区 未来也会以产业创新 空间营造 人才培育跟城市永续四个面向作为主轴 让家喻市继续朝向 目睹3.0迈进